大家好啊 昨天太忙了 昨天搞到上班了 上到了十一二点才下班了 所以就没赶住录视频 所以呢 今天录一个视频 今天 加更一个视频吧 先录第一个视频 然后呢 等我下午有时间的话 再录第二个视频 然后 这个今天讲什么呢 看那个 今天看那个油管呢 看到那个王炳忠呢 林明正呢 这些人呢 他发了一个视频 说是那个 原来的 原来在新党呢 后来又 成五党籍人士 参选台北市议员的 而且当选了的一个 叫李庆元的 他回到了 新党 与此同时呢 新党把那个王炳忠 林明正 和那个叫苏什么来着 那个女生呢 把这三个人的那个 这个 新党发言人的角色取消了 取消了 嗯 呃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那个 马督公呢 马千竹呢 呃 在知乎上呢 贴了一张图呢 把这个消息贴出来之后呢 啊 又那个 喊话 王炳忠吧 让他对对线吧 借机嘲讽了一番 借机嘲讽了王炳忠他们 嘲讽了新党 你看 呃 我说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吗 他们 果然是如此 果然是投机性的正党 果然是投机的 那 又一番 又嘲讽了一番 那个 呃 这个王炳忠他们 呃 所以呢 今天主要来聊这个问题 马千竹呢 他们说是投 说新党呢 是投机性的正党 在这方面呢 呃 我是比较 我也是赞成的吧 说他是投机 我也赞成吧 但是说 你说他统一之后 呃 就可以获得像 香港的建制派那样 呃 获得非常大的好处吗 从大陆获得非常大的好处吗 就像呃 会 会变成呃 香港的建制派那样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呃 你说新党药厂在统一之后呢 或者崛起这个 果实啊 胜利果实啊 是不可能的 如果 这个马千竹真这样认为呢 那就是想太多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首先呢 呃 要看到呢 他 他们 真正获得好处的 从来不是这些人 能获得好处的 还是那些 呃 当官的 掌权的 有话语权的 这些人才能获得好处 而不是这些 呃 边缘性的人物 呃 统一之后呢 获得好处的人呢 我 应该是那些 那些呃 呃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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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 那些政客们 那些善于表演的政客们 他们 获得好处 要远比 要远比 要远比这个 王炳中 他们 林明正 他们这些人 或者是好处多 大家不要 不相信的 国民党呢 民进党呢 呃 还有台湾的大大小小的 这些政客们呢 是极其善于表演的 是极其善于演戏的 如果大陆 一旦统一之后呢 这些人马上就会 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 从原来的极独 台独 变成 用户统一 用户组国 统一 呃 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 那些人 那些政客就会说了 我本来就是 我们的党纲 本来就是支持统一的嘛 我 我也是支持统一的 这是我心里没有说出来而已 我 我那个是 在为台湾选民服务 只是不便说出这个 统一这个口号而已 我内心是 实际上是支持统一的 你能怎么 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还有呢 呃 民进党 像那些 郭正亮 黄伟哲 吴子佳 这些鸡贼们 他们比谁都精呢 一旦统一之后 他们也会 马上会换一副面目 出来 说 我们是在帮共产党打掩护呢 我们是在取先救国呢 我们本身就是 呃 有大中国意识的人 我们本身就是 支持统一的 只不过是 呃 混进那个民进党里呢 给 老公打掩护的 我们是取先救国 还有科匹 还有民众党 这些人 这些人能量也不小 这些人到时候呢 也会 也会改一番面包 他现在都说了 呃 都支持两岸一家亲了 那到时候 到时候 更会说一些那个了 更会说 拥护统一的话了 一旦统一之后呢 这些人呢 极其善于表演 会比 会把自己的演技啊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水平 而且这些人的能量还不小 将来 将来 将来那个获得大的利益的人呢 还是这些人 而并不是王炳忠他们 大家不要不 大家不要不相信 觉得这是不可能 觉得 呃 虽然这个从情理上呢 情理上来说呢 大家 那个 不能接受 但是呢 这是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掌握了 两岸关系的话语权 掌握在 台湾呢 是有权有势的人 那些金主也是在背后支持他们的 而不是支持王炳忠 黎明正 这些人的 也不是支持新党的 所以呢 就算统一之后呢 他们 新党和王炳忠他们呢 也不可能 是获得什么多大的好处 你说他在 政治 在那个 政治 政治待遇上呢 在生存环境上呢 可以改善一点 会会改善一点 会改 会有明显改善吧 在生存环境方面 有明显改善 但是呢 你要说他能从统一中 获得多大好处呢 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无论是一国一制 还是一国两制 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基本上是获得不是 获得不了什么好处的 你就算在一国一制的情况下吧 一国一制的情况下 你要看 你要 你要看那个 呃 那个王炳忠 新党 他们这些人呢 老公呢 老公能依靠他们治理台湾吗 他们在台湾有民意吗 有民心吗 你可以让他来政协 呃 在政协里担任什么职务 呃 可以提高他的 提高他的 提高他的 政治待遇 然后呢 还能怎么样呢 他们在台湾 呃 我 我们当然是觉得他们是民族英雄的 觉得王炳忠他们 林明正他们 呃 新党了 是民族英雄了 但是呢 台湾人呢 他们在台湾是不得人心的 他们呃 多数台湾人 他们会认为 劳工的统 劳工的统一呢 是新党带来的 新党是共产党的 那个 单元人 他们会对待 他们会怎么对待新党 我怎么对待王炳忠这些人 就算共产党在台湾呃 治理呢 他们也不可能有多大好处 得得不到什么好处 更更更别想说像呃 像 建 香港建制派那样的 嗯 这是那个 这是在一国一制的情况下 呃 还有就是他在那个 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咱们咱们分析一下 他们能得到好处吗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第一 他们在呃 台湾是没有民意的 即便是统一了之后 也是没有民意的 因为他 因为 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说 他们从内心里是不接受这个 被大陆统一的 虽然是被动统一啊 但是他 他们在内心里是不接受这个统一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新党呢 就不可能 被选举为选举成执政党 就不可能成为选举 就不可能成为选举 就不可能成为执政党了 你想他那个 他还有什么好处 他他从哪里来的 好处 他在 他在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这是没有那个民意 第二个 没有 基本盘太小 基本上没有什么基本盘的 在呃 如果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他还是要选举的吧 新党呢 照样选不上 因为呢 那么 他的基本盘太小 他的基本盘就是 金公教 还有那些民国的 一老一少 其他人呢 不支持新党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照样选不上 选上的还是国民党那些人 国民党可以改其一致嘛 改其一致表面上顺从中央嘛 顺从共产党 然后呢 照样 然后再联系联合当地的几大家族啊 或者什么 金主啊 有影响力的人啊 他们照样能选上 新党 新党是说不上话的 新党是不可能 你要是 新党 新党 你要是新党能像 呃 香港建制派那样吗 成为投机分子 呃 那个 一方面在香港呢 呃 一方面朝大陆要好处呢 另一方面要 另一方面又以香港民意自居 在这儿那个 昏水墨鱼 你觉得 呃 新党会充当这种角色吗 新党是不可能的 新党 新党相当于 那个 呃 香港的左派团体 呃 在那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香港的左派团体还是非常火的 势力非常大的 可是统一之后呢 销声匿迹了 他们也是支持统一的 他们从内心里是支持统一的 可是 九七回归之后 他们销声匿迹了 台湾呢 呃 新党呢 就类似于这种角色 就算台湾统一之后呢 新党也不可能得到有多大好处 即即即 尽管他的呃 政治待遇 盛政环境可能要好一些 但是呢 他也不可能得到好处 就和那个 和香港的左派团体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的结局要好一点 比左派团体要好一点 大家 大家觉得可能不 大家觉得 可能那个不可思议 觉得呃 既然台湾统一了之后 为什么新党 呃 不能掌握大权 王秉中他们 呃 林明正他们 为什么还不能获得 那个好处呢 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是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我想请 我想请大家呢 也请马前竹想一想 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的问题 无论是王秉中呢 林明正呢 还是新党吧 他们在台湾没有民意基础 即便是统一之后呢 也没有民意基础 这一点 短期内之 短期之内也是不会变的 第二个呢 是 没有基本盘 没有阶级基础 没有阶级基础 或者说 他的阶级基础太小了 太弱了 他只有金公教 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 其他的人 都不止止他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 说不上话 他也不可能成为那个 一股量子之后呢 也不可能成为执政党 第三个呢 就是 两岸关系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里 话语权不在他们手里 而是在那些 两岸呢 在两岸奔走的 那些 台商 还有那些 国民党那些 中常委们 这些中常委里面 有很多都是台商 还有国民党背后的金主们 这些人 这些人呢 是不可能 听从 新党的安排 是不可能接受新党的领导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不可能 不可能那个 支持新党的 他们只会支持国民党 或者是 或者民众党 以及其他什么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别指望 你就别指望新党能从统一中 获得什么好处了 王秉 就即便是王秉中 黎明正呢 他们也不可能从 统一中 获得多大的好处 他们呢 他们呢 会被当作一种 那个吧 就是这种 象征性的 精神 象征性的民族精神的 民族英雄的精神呢 被 放在一种荣誉性的位置上 而不是 具有实质权力 实质权力上呢 他们是掌握不了的 为什么掌握不了 一方面呢 当然是有老公的因素 你看看那些社台机构 那些社台学者 对于王秉中 他们的评价 是 评价并不怎么高的 表面上呢 虽然赞扬他们的 有 有民族精神 是 是那个 爱国人 爱国英雄 民族英雄 可是呢 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评价 并不怎么高 相反呢 他们 对于那些台商 国民党那些中常委们 是青睐有加的 而国民党的青年 是青睐有加的 他们是指望这些人的 而不是指望 王秉中 黎明正的 嗯 然后呢 从那个台湾内部来说呢 即便统一之后呢 他们掌握不了大权 那些 是两岸关系红利的 掌握两岸 两岸话语权的人 他们也不希望 他们也不希望 这个王秉中 黎明正这些人 出来做事 嗯 所以说呢 总的来看呢 就是统一之后呢 统一之后呢 如果只 如果仅仅是指对 清洗台独分子 把民进党解散了 把这些蔡英文啊 苏贞昌啊 这些台独分子杀光 啊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局 就是把这些人杀光之后 那教科书改回来之后 然后这个政治秩序重组之后呢 即便是做到这一步 也不可能 王秉中呢 林明正这些人 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好处 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会获得一些荣誉性的植物 就像那个马英九给那个呃 郑春齐的 郑春齐的植物一样 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实际上 调用都没有 一点权力都没有 他们呢 王秉中 林明正他们这些人呢 也会被 这样对待 真正掌握大权的 真正掌握大权的 还是那些 会表演的政客 会表演的政客 像 像那个 呃 柯P 柯文哲 还有国民党的里面的那些人 王金平 还有 呃 还有郭正亮 王伟哲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些人呢 还是 还是会找无大权的 为什么会呃 呃 大家可能听到这里 就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即便是 呃 统一了之后 即便是这个 那个把这些 台独分子全都清洗了之后 为什么新党 王秉中还不能 获得大权呢 因为 你的 阶级关系 台湾社会的阶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 和社会结构都没有变 在 在 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 和阶级关系 不变的情况下 你 你单纯的改变政治秩序呢 对于 对于这个 新党来说 并不会发生 太大的变化 因为 因为 因为他的 民意基础 阶级基础 还有 话语权 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就决定了呢 这就决定了 两岸同意之后呢 无论是新党还是盲名中他们 都 都那个 都无法得到什么好处 他们的结局呢 只能说 要比香港的左派团体呢 要好一些 不会销售利己 但是呢 你也别指望他们能 就 就那个风光无限的 就成为台湾的执政党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大家要对此 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 马前卓 如果马前卓认为 那个香港 统一之后呢 台湾统一之后呢 会 那个 新党会变成 建制派的 香港建制派那样的 那 我觉得你真是想多了 你 你这是 既对台湾的政治现实不了解 对台湾社会不了解 也是对 大陆的 对台方针的不了解 大陆对台的统一方针呢 实际上 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道统了 也就放弃这个解放这个词了 而是 只 用统一了 这也就意味着呢 只 只利用这个民族主义的 这 爱国主义的这种 传统 这种天然的 合法性 来 以这种 呃 优势 这种合法性的 来那个 来促进统一 而放弃了社会主义道统 这个社会主义道统呢 就是解放 这种 按照毛主义时代呢 解放这个词呢 是有的 相比于台湾的 是有制度优势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 他们是资本主义 我们要解放他们 是我们有优势的 但是呢 这个词 这个解放这个词呢 这种改革开放以后 已经没有用过了 以后呢 估计也不也不会用了 这也就意味着 对台湾统一之后呢 只会 对政治秩序进行变革 而不会触及 社会结构 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新党呢 并不会得到多大好处 王冰忠呢 林明正呢 只会一些 只会获得一些 呃 象征性的职务 荣誉性的职务 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实际上 一点权力都没有 这是我的判断呢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啊 希望大家 嗯 踊跃订阅啊 人太少了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订阅 感谢大家